是王生今天我有给大家做一个产品介绍啊 这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一款产品 名字叫做连体带拉链的一个啤酒套 当当当当可以看得到了 这边两个都是开口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带拉链的拉环 就是可以手拎着那种 好了是咱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产品的一个外观 然后高度直径适合什么样的一个瓶装酒 对酒装瓶 然后再简单介绍咱们的一个工艺 好吧就这样开始了 我先给大家量一下这个外观 这个外观的话就是 装起来吧 稍等一下 好了 把个瓶酒装起来 我们测一下它的高度 高度的话就是75毫米高 然后量一下它那个直径 直径就是25毫米 在25毫米和30毫米之间 差不了多少 然后它这个外观颜色的话是可以定制的 就是我们厂里面有专门做这个颜色的一个热转印 热转热转印 还有和那个升华升华印的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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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艺制法 所以说这个外观的话是款式是多样的 然后第一 然后讲到哪里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功力的一个一个一个流程 我们首先的话是一整块的话一个橡胶 橡胶板进行一个裁接 裁接的话 然后就是进行一个贴合 因为它里面是一层一层布啊 不是胶啊 它布的话进行一个贴合 外面也是一层布 相当于就是双层布贴合的 然后这个质量大家可以看到的 为什么要采用这个双层布的一个贴合 单层也有 但是双层的话就是质量是最好的 然后根据那个里面的布料的话 不同的话 它价格也不一样 我们一般的话采用梯布 梯布居多 也有M布的 工艺的话 就是一个裁剪一个贴合 然后一个 然后一个车工嘛 就是针对一些零部件呢 包括一些瑕疵点呢 进行一个小方法的一个修剪 然后最终得出了这个吗 一个产品 好 大家我的这个产品的介绍讲完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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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